德国柏林机场派出受过专门训练 习惯让陌生人触摸的治疗犬跟旅客互动 可以降低旅客在长时间等待过程中的负面情绪 小尾巴摇啊摇 再来个爱的扑声 名叫班尼的腊肠犬热情洋溢 小女孩看得目不转睛 孩子们的注意力全被吸走 不再因为害怕搭飞机哭闹 这里是德国柏林布兰登堡国际机场 每到繁忙的耶诞假期 就是治疗犬跟着志工出任务的时候 转圈圈表演特技或是玩你丢我剪 汪星人魅力无法挡 不只小孩开心 连大人也露出笑容 狗狗到机场安抚旅客 在美国荷兰等国家已经行之有年 在德国则是由柏林机场率先实行 主要原因是机场人力严重短缺 旅客等待时间较长 心情难免受影响 根据治疗犬协会和机场的协议 狗狗一年会有12次机会到机场服务 在接近年尾的繁忙日子当中 扮演舒缓人类情绪的耶诞小天使 综合报道